詹姆斯的風光攝影後期課 第五節課 塗層的基本知識上 15分鐘的課時 今天的課包括列我知識點和一個示例 請再次確認你的Photoshop 2021的版本 以及你真正想成為一名攝影高手的決心 如果你只想一鍵修圖 可以現在關閉窗口 跟我說 Sayonara 第一 無損可逆修片 今天就讓我們和圖層一起跳舞 圖層是Photoshop的第一個 需要你徹底熟練掌握的功能點 也是無損修片的基礎 萬丈高樓平地起 如果你連圖層都沒搞明白 就不要去研究什麼亮度蒙版 什麼平均值堆占 什麼雙曲線磨皮 好高勿遠是學習後期的最大機會 攝影師和普通人修片的最大區別 可能就是操作的可逆化 攝影師修片不會影響原文件 並且後期工作流應該是隨時可逆 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無損修片 塗層是無損修片的基礎 其實無損修片是貫穿我們整個後期流的一個重點 從lightroom或者ACR進行弱格式的沖洗 這個處理過程也不會影響原文件 而是保留在同名文件旁邊的XMP文件裡面 不過Photoshop的開發要比弱格式要早很多 所以Photoshop更多的是使用塗層 來實現無損修片 更進階的就是歷史記錄 調整塗層以及塗層蒙版 第二歷史記錄的回溯 回溯歷史記錄是被動的無損修片 歷史記錄默認是50次 你可以在首選項的中的性能裡面調整歷史記錄的狀態 為100次或者更大 不一般50次是肯定夠了 lightroom的歷史記錄是永久存在的 這個也是我更偏愛用lightroom 處理基礎的光影的重要原因 Photoshop的歷史記錄就不是我們以為的永久 一定要記住哦 Photoshop的歷史記錄在文件操作的階段是一直存在的 當你保存文件關閉後 歷史記錄就消失了 哪怕你保存為文本格式 依然不能重新导入使用 所以歷史記錄是臨時被動的無損 不要太依賴 更好的無損可逆操作 還是使用更多的塗層和蒙版 那為什麼可逆操作那麼重要 你總是以為既然我能做好第一次 我就一定能夠做好第二次 但事實上後期處理也是一種發散性的藝術創作 很多時候處理的步驟完全依賴於攝影師的感覺 沒有人可以保證每一次的感覺會一樣 所以我自己在寫書的時候就深刻體會到這種痛苦 如何再現當年處理這張照片時候的後期處理過程呢 只能模擬而無法完全重現 第三 圖稱處理的原則 蘋果電腦跟Windows電腦的快捷鍵的一個對比 大家一定要記住 Termount等於Control Option等於Art 圖稱處理的第一原則 非特殊情況 我們絕不縮小圖像 絕不合併圖像 絕不刪除圖成 我們盡量使用複製後的圖成 特別複製一個背景圖成 開始操作 或者盡量概印圖成 直到你的文件實在太大 無法保存 那麼你應該如何保存文件呢 什麼格式 什麼大小 第四 常用文件格式 JPEG文件有壓縮 並且不支持圖成 它只是攝影作品的最終輸出格式 適合文件交換和網絡展示 PNG格式更適合透明背景的網絡圖片文件交換 如果是一個圖片 顏色非常的簡單 你使用PNG格式的文件會很小 而且 但是顏色越複雜 JPEG反而會更小 很有意思 那GIF文件是一種歷史悠久的文件格式 早期也是製作透明背景文件 那現在主要是圖形動畫的一個載體 視頻可以轉化為圖片動畫 可以在更多的場合進行播放 當然你的畫質會損傷很多 HEIC是蘋果公司的 WEBB是谷歌公司的最新圖片格式 已經越來越流行 但都屬於壓縮格式 並不是我們進行後期處理的載體 弱格式是數碼底片 理論上它不是一種圖片格式 而是一個記錄光影信息的數碼流 只是現在的電腦大多 預測了弱格式的快速預覽工具 所以你才能在仿達裡面直接看到 不過最新相機的弱格式 必須等待操作系統更新後才能預覽 PSD格式才是我們最常用的 因為它支持圖層 支持通告信息 不過PSD是Adobe公司的專有格式 如果哪天你擔心Photoshop倒閉了怎麼辦 那麼你也可以使用TIFF文件格式 功能幾乎一樣 只不過PSD文件略小 TIFF的文件要大一點 所以2GB記住2GB是PSD文件的大小限制 而TIFF是4GB 你不要覺得很大 在2000萬像素的時候絕對沒什麼問題 36202會超過 但是當你到5000萬像素普及以後 2GB、4GB真的是很難不超標 當你遇到這個提示的時候怎麼辦 那你就必須保存為PSB 大型文檔格式保存 這個好像有一個10GB的限制吧 我主要使用PSD和PSB 兩種格式來保存 網絡輸出呢 只使用JPEG格式 關於輸出 我們可以專門講一節課 第五 塗層面板介紹 那你可以使用塗層面板來顯示和隱藏塗層 創新新塗層 以及處理塗層組 我們最經常用到的有背景圖層 透明圖層 標準圖層 文字圖層 調整圖層 剪切圖層 以及圖層組 右鍵點擊圖層空白處 可以選擇縮略圖的大小 我喜歡更大一點更直接 雙擊圖層名就可以進行修改 那設計領域更注重圖層和圖層組的管理 設計後期反倒沒有那麼複雜 也許因為我懶的緣故吧 那圖層的數量好像沒有限制 記住兩個快捷鍵 新建圖層 comand加n 複製圖 comand加j 第六 圖層的堆疊順序 這是很重要的 圖層就像堆疊在一起的圖層透明子 這可能是最好理解圖層的一個比喻 你可以穿過圖層的透明區域 看到下面的圖層內容 你可以移動圖層來定位圖層上的內容 就像在堆栽中滑動透明子一樣 如果我們把紅色三角形 黃色圓形和藍色方塊畫在同一個圖層上面 當然是你覺得不好看 你希望它有所重疊 你想要調整位置 那就沒辦法了 所以我們把三色圖形放在三個圖層上面 而這樣我就可以隨便移動每一個圖形到各自的位置 這個是圖層最形象的一個舉例作用 當然這個作用更多的是用於設計工作 攝影後期可能就是水印或者頭像位置等等 我們來舉一個實際的實例 我們來做一個水印或者做一個邊框 我們希望能夠在這樣的圖片上加一個最簡單的圖框 其實我並不倡導照片加邊框 不過不提倡不代表我們不會做 考慮一下如何無損的做一個 山寨版的國家地理雜誌類似的黃色邊框吧 或者那個最明黃的logo 復讀少々 我們跟我們的 下次見 我們歸